这部1993年上映的电影究竟拍了什么 以至于它接连在香港和内地被强制下架 之后更是进播十年之久 直到删减大量片段才得以播出 时隔三十年至今仍被人们称作 暗黑武侠电影的经典之作 它到底很在哪 此篇改编自温瑞安的小说《杀人者唐展》 1980年它喊冤入狱 斗过了成人难以想象的三个月 出狱后又被驱逐出台湾 辗转流落到香港 它将自身怨气都写进武侠世界里 令这部电影呈现出与以往武侠小说 完全不同的残酷之相 故事发生在明朝末年 道太监魏忠贤玩弄权术 成为了万人之上的九千岁 他被铲除一己 把持仇政 开设了暗无天日的人间炼狱 从中培养出合格的杀人者为自己所用 里面关押的军事含冤入狱的死囚犯 魏忠贤认为 怨气越重越好 这样的人才会心狠手辣 因此这些囚犯每天都要经历 凄惨无比的闭幕之行 所谓闭幕便是用弯曲的针线将眼皮以针针缝上 这仅仅是第一步 之后的每一天 他们都要遭受成人难以忍受的哭情 地牢里整日惨叫连连 不过有一个男人例外 他遭受的折磨越狠 心里就越兴奋 存活下来的囚犯会被带到刑场 狱卒给他们扔盆饭 就激动的像狗一样癫狂 眼睛上缝壳的线被刀拉开 囚犯们立刻狼吞混暗的吃起来 长途上为忠贤的心妇李公公 发布了游戏规则 他们八人只能活一个 可以用任何手段 任何武器杀死对方 最后活下来的那个人便可离开这 话音刚落 场面瞬间混乱 勺子 饭桶 木桩都成了杀人武器 最狠的是一名壮汉 杀人手段是生拉硬扯 没人能在他手下活过三招 场上犹如困手厮杀 令人发指 唯有一名男子没有加入其中 他一边吃饭 一边保持警惕 因为他明白 想要活下去 必须先填饱肚子 这样才有力气杀人 混战很快结束 活下来的是那名肌肉壮汉 壮汉慢慢逼近男子 然而男子趁他挥棍袭击的一瞬间 立刻拿出早就藏好的铁链 死死勒住壮汉的脖子 男子获得了最终胜利 但他犯了杀手大忌 没有补刀 下一秒壮汉起身偷袭 此时城上飞下一人 一剑刺穿壮汉的身体 救下了男子 此人名叫宋忠 绰号一剑宋忠 当年他也是从这绝境中厮杀而出 成了魏忠贤手下的头号杀手 很快男子被送到魏忠贤面前 魏忠贤问他叫什么 唐绑架 可九千岁不需要他保家卫国 只需他斩杀所有敌人 于是自名他为唐湛 意味着斩尽杀绝 同时斩断过去 面对生死依旧沉着冷静 等待时机 唐湛就是一个天生的杀人者 数月时间他完成无数次自杀行动 拔刀也越来越快 没人能在他手下扛过两刀 唐湛的名声很快 想撤整个杀人者阻止 这天唐湛被围义重任 负责带领众多杀手 刺杀东林党的尚书大人 看似空无一人的街道 实则到处是隐藏的杀手 水桶 车轮 屋檐 桥下 无异遗漏之处 唐湛独自坐在台阶上 此时一支军队走了过来 轿子里正是此次的目标 尚书大人 侍卫质问唐湛是何人 唐湛只一个眼神 便吓得他人仰麻烦 随后四周杀手一勇而上 手起刀落 转眼间便灭掉军队八成的兵力 只剩六名侍卫 护送尚书往湖心桥方向逃去 然而桥下等待已久的杀手腾空而起 其中有个叫王寇的杀手 看到唐长赶来 生怕他抢了自己的功劳 便直击目标 可护卫拼死抵抗 尚书趁机逃走 跑进红庭 只要过了红庭便彻底安全了 可尚书刚进红庭 就被一脚踢了出来 王寇见状 顺势一刀刺穿尚书心脏 正当他窃喜 这次功劳是自己的时 目光向下 顿时傻了眼 原来尚书早已被唐长拦腰斩断 从这就能看出唐长的刀有多快 一刀下去 身手分离 下半身还在火蹦乱跳 唐长将尚书的头颅割下 拿给王寇让他去领功 这个行为收复了王寇的心 两人自此成为朋友 王寇跟随唐长执行任务 屡战屡胜 在唐长的帮助下 他逐渐从杀人者中脱颖而出 成为与唐长 宋忠平起平坐的顶级杀手 这日魏忠贤大摆宴席 将手下最得力的杀手齐聚一堂 对他们论功行赏 他准备了三杯人参酒 打算赏给实力最强的三名杀人者 宋忠满脸自信 认为第一杯就会给自己 没想到竟赐给了唐长 唐长重辱不惊 一饮而尽 第二杯断出 宋忠迫不及待地伸手去接 却又给了王寇 等到第三杯才轮到宋忠 见此情形 一向喜欢表现自己的王寇 出言嘲讽宋忠 作为杀人哲敌的元老 竟然被小贝骑在脸上撒野 他恼羞成怒抄起盘子 扔向王寇 盘子顿时炸开 王寇正与拔刀而起 却被唐长一把按住 王寇瞬间清醒 他明白魏忠贤 是想故意挑起三人的恩怨 如此才更好把控 而他根本不是宋忠的对手 一出手必死无疑 这时唐展假装喝醉呕吐 王寇顺势请求魏忠贤 让他送唐展回去 出门后 唐展带王寇去了 自己的秘密基地 乱葬岗 他点燃堆成山的尸体 贪婪地呼吸着 周围腐烂血腥的空气 只有闻到这个味道时 唐展才觉得 自己是个活着的人 王寇不解 他为什么要带自己 来这个又腥又臭的地方 唐展说 只有让自己无限接近死亡 感受来自地狱的死气 才能成为绝佳的杀人者 这夜过后 王寇似有所恶 然而之后的一次任务 却让唐展彻底改变了这个想法 元宵佳节 魏忠贤发布了新的任务 刺杀皇帝身边的红人 大国师 因为他威胁到了魏忠贤的地位 灯笼街上 热闹非凡 唐展以引爆灯笼为信号 藏匿人群的杀手 立即动手 顷刻间 庶人身手易处 热闹大街秒遍人间炼狱 大国师的弟子们放弃抵抗 坐在地上念经送佛 似乎在祈求杀手 放下兔刀 然而唐展挥动长刀 仅用刀器 便让他们乍立而亡 不愧是魏忠贤手下的杀人机器 唐展一刀劈开轿子 里面竟然坐着一个孩童 他没有丝毫有余 正准备一刀劈下时 旁边突然传来一声保家 唐展被换回新智 愣在原地 此时王寇走来 一刀斩杀了大国师 这段画面十分血腥 被删减了一些镜头 唐展回过神后 缓缓转头 发现呼唤自己的是昔日恋人 也是他这辈子 最心爱的女人 陆瑶 唐展曾经是一名 普通的村夫 与陆瑶一见钟情 奈何感情不被族人认可 为了能永久在一起 两人不顾一切 决定自奔 面对村民们的搜捕堵截 二人躲进了山洞 夜晚 唐展与陆瑶死定终身 第二天 两人正准备乘船离开 船划到湖中央时 族人竟追了上来 硬是将两人的船 给拉上了岸 陆瑶被带回去 强行昏沛 而唐展被关进铁笼 以诱拐民女的罪名 送进死牢 遭受种种酷刑 成为了如今的杀人者 唐展看着陆瑶惊恐的表情 发出撕心裂肺的吼叫 他不愿让爱人看到 自己如此视觉 不人不轨的模样 他一个飞身 逃离远地 也离开了魏忠贤 他已经不想当杀人者了 得知被唐展背叛的魏忠贤 气愤至极 不做我的人 要做我的鬼 他下令让手下 全力追杀唐展 砍下他的人头带回来 然而背叛他的 可不止唐展一人 魏忠贤 虽是太监 却黄言无读 酷爱男女之乐 影片中有大量 他与女子的相宴镜头 捕捉寸女 充满暗示 尺度不输三级篇 但在如今的版本中 几乎被删了个干净 宫女哄着他 喝下一杯杯美酒 其实酒里 早就被下了剧毒 这些女子 都是东林党 派来刺杀魏忠贤的 魏忠贤毒发 口吐鲜血 可他内地身后 竟强行将毒 逼了出来 眼看他即将自愈恢复 宫女们立即发起进攻 却根本不是对手 魏忠贤一一杀害所有宫女 手段异常残忍 这段由于过于血腥 伤用时也遭到了闪减 唐展消失后 竟跟随陆瑶 来到了一处村庄 他不敢现身 只能远远 躲在树林里偷看 陆瑶的丈夫二牛 误以为是野狼 五味杂陈 孩子为唐展送来饭菜 并告诉他 自己叫新宝 宝家的宝 唐展顿时知道了 原来陆瑶一直都没放弃他 于是他向陆瑶坦白了 自己双手 斩满鲜血的事实 陆瑶却不在乎 想让他留下来 还告诉他 新宝其实就是他的亲生儿子 就在这时 村民家的马南产 村中没有兽医 只能眼睁睁看他死去 唐展见状 二话不说 用刀将其带斩断 最终小马母子平安 周围想起村民们的感谢 和鼓掌声 唐展这才明白 原来自己的刀 不仅能杀人 也能救人 晚上村民们点起篝火 破水跳舞 还邀请唐展一起加入 村民的热情 让他再次感受到了 作为一个人的幸福 唐展仿佛重货新生 慢慢融入了这里 日子正在一天天好起来 然而世事总不尽如人意 这天夜晚 宋中竟然找到了这个村庄 他放火烧毁房屋 对村民大肆杀戮 只是未逼唐展现身 就在路遥丈夫 即将被杀时 唐展走了出来 宋中一直期待 与唐展单挑 但他万万没想到 唐展连刀都没用 就了结了他 空手夺白刃 一剑刺猴 唐展当年 欠宋中的那一剑 竟然以这种方式 还了回去 唐展甚至他留下 只会给村子 带来无尽的灾难 于是只能再度 回到魏忠贤身边 魏忠贤不计前嫌 重新接纳唐展 并派他和王寇 去自杀心腹李公公 原来李公公 一直是东林党 安插在魏忠贤身边的卧底 李公公清楚 唐展刀法入神 只要想杀谁 没有人能逃脱 便在大堂内 坦然赴死 只见唐展出手 快如闪电 李公公身上 没有一丝血迹 人却凉的 透透的 门外偷看的王寇 瞳孔紧缩 多月不见 唐展的刀 变得更快了 想要杀他 绝不能让他先出手 没错 魏忠贤表面重用唐展 私底下却命令王寇 在任务完成后 找机会杀掉他 虽然唐展一直对他多有照顾 但王寇也想知道 自己与唐展 哪个更强 两人完成任务后 来到苦水铺喝酒 上一秒 两人还在把酒言欢 认定对方是唯一的朋友 下一秒 唐展转身拿酒 背后却传来浓烈的杀意 王寇大刀起来 唐展不禁 暗自叹了一口气 便迅速用脚 将刀击起 抵住王寇致命一击 唐展出刀所有力 但处处手下留情 而王寇刀刀致命 越战越猛 两人从屋内打到屋外 势必要分割胜负 唐展被逼使出绝招 一刀两断 却只斩断了枯术 没有伤及王寇分好 这一刀两断杀不了我 你输了 王寇自以为 唐展前递继穷 自己胜券在握 然而下一秒 身体已然变成亮节 他忘了唐展曾经对他说过的 你要学会保存实力 而且要不断地提高自己 唐展剃掉头发 前来诛杀魏忠贤 可魏忠贤生性阴险狡诈 他知道和唐展硬刚 必死无疑 早已布下必杀之举 他将唐展引到 设有机关重重的密室 无数黑衣人隐匿在黑暗中 镖绳从各个方位 射穿唐展的身体 再用力将他悬掉在空中 致命飞镖朝下身飞来 千军一发之际 唐展用刀斩断绳索得以逃脱 他借助火苗与刀的反光 成功找到黑衣人藏身之处 将其一一斩杀 魏忠贤使出黑虎掏心偷袭 唐展不仅没躲闪 还露出诡异笑容 魏忠贤自觉有诈 可还不等他反应 就被唐展一刀斩断胳膊 紧接着使出一刀两断 九千岁 当场变成两个四千五百岁 最后唐展回到了 路遥所在的村庄 整日在花田中大作 静静地守护这片 安静一人的小村庄 影片到此结束 这部刺客新传 至杀人者唐展 上映于1993年 是由钟少雄导演 香港和内地合拍的作品 演员阵容堪称豪华 而奇观营造和打斗方面 密集的比鬼才导演徐克 来得更加野蛮 但这些并没有成为 该影片卖作的筹码 上映后仅收获了 338万港币的票房 同时还因为影片中 充斥着大量暴力血腥 以及一些承认镜头 堪比武侠版帝王 没过两周便遭下架 草草收场 而内地上映仅一天 也被强制下架 进播长达十年之久 直到2003年 香港的太极影业 对电影重新剪辑 并删除了长达 十分钟的精彩片段 这部电影才得以重见天日 可能也正因如此 才导致口碑两极分化 有观众认为 删减后的电影 没有原版精彩 少了那么点味 有人觉得 这是一部难得的武侠佳作 能从中感受到 浓厚的武侠情怀 你觉得如何呢 以上便是本期的全部内容 如果有想了解的人物故事 电影幕后 欢迎留言评论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